Hello 大家好 今天會為我這部新入手的DJI AVATAR 穿越機 做一個簡單的開箱介紹 開箱之後就會馬上出到外面 測試一下這部DJI最新的穿越機 看看飛起來的手感是否好 上次借路易斯那部玩了之後 中毒已深 所以自己也弄一部玩一下 我現在買的是單機版本 不連眼鏡 因為新的眼鏡暫時只支援AVATAR 若是舊的AIR UNI 即舊的穿越機 暫時在我出片這一刻還未支援 而且暫時市場上 不容易買到連眼鏡的套裝 所以我就不急著升級眼鏡 買單機版本 享受新機的樂趣 現在不說太多了 做一下簡單的開箱 詳細的開箱就不做太多 因為我覺得大家在網上 很多影片已經看過了 簡單一點 開一開單機版本 給大家看看裡面有些什麼 好 現在打開了就看到主機 即是穿越機 就這樣秤上去好像比我想像中重 可能上次秤路易斯格 又不覺得它那麼重 現在就這樣握上手的感覺是幾重的 先打開 先看看 手工其實是非常漂亮的 看到這些位置 一些批檔 這些所謂的 膠邊都是很帥 看看單機版本 除了機身 其實是做什麼 很簡單 其實就這裡有兩隻掌 看到 打開給大家看看 看看後備掌 兩隻後備掌 接著還有一個 六角視 螺絲 給你上掌 接著就有 這個 Type-C to-Type-C 的連接線 應該是給你插上 這個機器的充電 接著 其實不是插上機器充電 應該是插上這塊 這塊 其實就是最最最最重要 就是一個很小的充電器 它最好就是 它可以支援Type-C的充電 非常之方便 變成你真的拿出外 搏的尿袋 就可以充電 所以尿袋的WATSO 都要買一個高一點的 充電的時候 就可以快一點 這個可以遲些 再跟大家說一下 到底買什麼尿袋 好了 現在看看機器 非常密封 看到它所有東西都 看不到一些 不像我們玩普通的穿越機 即是飛鴻那些 這個位置 我就這樣掃下去 看不到 好 這裡 鏡頭 鏡頭 怎麼打開的呢 看看 不夠 就這樣打開的呢 好像是 鏡頭蓋 看到這個鏡頭 這個鏡頭很棒 你可以在搖控那裏 可以控制角度 很方便 接著就是這顆電 其實最大都是這顆電 好 又看看怎樣可以拔出來 應該是 按這個按鈕 好了 弄了很久 上網看完片 才知道 原來那顆電 是要按住旁邊 這兩個黃色的按鈕 才燙到出來 上次也是 買Mini 3 的時候 也是弄了很久 才知道那顆電 怎麼拿出來 因為怕大力一點 又弄爛 好了 大家看到了 這顆就是那顆電 其實都幾大顆的 但是當年 你當它是穿越機的電 其實它對比其他穿越機的電 就算是小 充電真的很棒 這個充電的盒 就這樣 對這個位置 盒回去 接著另一邊 駁回Type-C 就可以充電 非常之方便 好了 今天的開箱 就非常之簡單 給大家看看這個單機版本 究竟裡面有些什麼 現在就不說那麼多 出去飛給大家看看 究竟這個DJI的Avatar 飛起來有什麼感覺 今天就打算去到 南地灌溉水塘那邊的水壩 試飛這個Avatar 首先我們就沿著 這個南地的石礦場 慢慢走上去 走了大概不用半個小時的時間 就到了南地灌溉水塘的水壩 猜不到秋天的時候 沒有什麼下雨 都有少量的排雄 大家可以看到 都有些水流下去 增加了飛行的刺激性 好了 飛之前 現在就安裝濾濾 今天帶了這個FIREL的UV濾濾 因為昨天飛的時候 沒有安裝濾濾 非常之沒有這個安全感 即是經常都怕這個鏡頭會撞花 因為玩穿越機 基本上撞到就一定的了 所以呢 現在先把UV濾濾濾 上去 這就是FIREL的UV濾濾 有一個很漂亮的保護盒 打開 就是濾濾 現在就卡上機身 很簡單 反正鏡頭上下有一個凹槽的位置 那FIREL的上面 就剛剛好 上下這個位置可以卡住 這樣就安裝好了 那現在就可以試飛了 預備 安機 安了 安了 安了嗎? 咦? 合不合了嗎? 我還沒安到 為什麼? 好 預備 1 2 3 2 3 2 3 4 4 4 5 4 4 現在玩到差不多沒電就準備降落 這也是Avatar其中一個優勢 可以返回M-O做普通航拍模式 慢慢脫下眼罩對準地面降落 就不用受到起機和降落的環境限制 好 今天這段試玩的片段就到此為止 剛剛玩完Avatar 給我第一個感覺 就是馬達的力量真的有點不足 dive 到最低的時候如果想扯回機 真的有一定的困難性 要遇到多一點時間 不知道之後可否透過調校PID 去改善問題 又或者真的要換一隻漂亮的馬達 今天這段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都希望在右下角的位置按下訂閱按鈕支持一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